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盈率是最基本用来衡量股票平贵的指标 计算方法是股价随以每股盈利 例如A公司的股价是10元 去年公布的每股盈利是1元 市盈率就等于10倍 即是说如果大家在10元这个价位 买入A公司的股票 假设每年的每股盈利不变 那就要用10年才可以回本 当股价越来越高 公司的盈利又没有改变的话 那就代表这间公司的股价越来越贵 相反股价不动 但是公司的赚钱能力越来越强 用A公司为例 今年的每股盈利是2元 市盈率就是5倍 今年的股价就比去年便宜 不过市盈率不是单单从数字大小去看 除了要看跟公司的过往表现之外 市盈率还可以和其他属于同一行业的股票比较 假设A和B公司的股价都是10元 B公司的每股盈利比A公司强 B公司的市盈率便会比A公司低 你应选择投资B公司的股票 但是如果A公司来年的每股盈利增长比B公司增长20% 如果股价仍然是10元 A公司的预测市盈率就只有8.33倍 如果只看现在10倍的市盈率 忽略了A公司的盈利增长而选择了B公司 那就会错失机会 可以计算市盈率的时候 就要留意未来公司盈利有没有增长 市盈率是一个相对的数字 便宜不代表股价有上升的空间 不同行业是要用不同的衡量准则 盈利增长力更强劲的公司 市盈率往往会较高 所以科技股的市盈率一般会比旧经济股为高 相反 一些市盈率跌到很残 但是前景不明朗的公司股票 就会无人问津 最后提提大家 在不同周期的股票 市盈率都会不同 例如牛市的时候 A公司的市盈率或者会高达20倍 同一行业的公司的市盈率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在熊市的时候 A公司的市盈率可能低至5倍都无人问津 所以不可以用牛市的市盈率在熊市做参考 相反用熊市的市盈率在牛市做参考 亦都会错失机会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